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来给自己做饭的大姐姐 结果有一天男主在路上偶遇了一个陌生少女 在一起落水变成落汤机以后 回到家中才发现 这个陌生女孩叫做赖川李香子 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 因为她父母都已去世 已经无依无靠 只能来到这里和男主一家共同生活 本身李香子性格就很逞强 而男主的妈妈和妹妹 也都对这个不肃之客感情上很难接受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的男主是在家里内部繁殖 还是去祸害校园里的其他妹子呢 这就看玩家自己的选择啦 很多人总喜欢把夏之宇这个作品 和原之空拿来做比较 毕竟嘛 一个石妹一个石姐 作品名字也对账得很工整 其实在我看来两个游戏并没有太多 可比性 因为各自塑造的重点几乎完全不同 原之空的魅线重点描述的是 贝德感和随之而来一系列周围世俗炼光和社会反馈 走的是写实相的路线 而本作里的解线因为属于空降 缺少长期共同生活的点滴积淀 本身家庭内部的贝德感就很弱 再加上在伦理关系上 非常轻松的就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 走的完全是理想化路线 如果说原之空塑造的重点是如何过伦理观 那么本作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姐弟恋作品 毕竟解戏角色占了绝大多数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是一部推起来非常舒服的作品 虽然没有极富冲击力的剧情 但是和原之空一样 涓涓细流一样的逐级推进 给人以非常不错的游戏体验 本作可攻略的四位女主 出乎意料的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没有明显短板 公则翠 心直可快 个性开朗 这种明亮到耀眼的元气女司党 无论是上面还是下面的交流 谁会忍心拒绝呢 依东日向子这种又大又温柔 做饭还一流的又迅然姐姐 完全是青春up的心头好 娶了这种老婆你绝逼人生巅峰 日向子的剧情和原之空里的耐续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说这里没点借鉴 我是肯定不信的 这条线里五天告白失败以后 和公则翠的临时加喜真的是非常有趣 快乐满点 小刚美沙县如果你对师生贝德感很有兴趣 就一定不会失望 而李箱子县涉及到的面比较多 不但有伦理关系 还有离异家庭关系 牵扯到两代人 走的是一个弥合伤痕的家庭剧故事路线 总体人物塑造非常真挚可爱 让人很容易的有推动剧情的驱动力 综上所述 夏之雨我给83分 一部披着石姐贝德外衣 然而贝德感几乎可以忽略的纯爱作 如果你是一个解像初心玩家 那么绝对值得一玩 推起来会异常舒适 如果你口味较重 觉得家里的妈妈妹妹为啥不能攻略 请你赶紧滚粗 那些母系里番适合你 在很多年前 我刚接触到给我的时候 游戏中青涩的校园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的男主步入社会 变得成熟 女主的不离不弃 互相支撑 共同走过 比如夏季生里的菊真有美 毕业以后 他学了美容美发 男主学了计算机设计 搬离了熟悉的毛月亭 开了一家叫做Mr.Moon的美发店 这种故事结局 对未来畅想的幸福感 总是充溢在我心里 让人回味 本作能唤醒我的这份感觉 实属不已 下面照例进入青春阿普 吐槽时间 本作进B1其实挺容易的 尤其是李湘子县 谁能想到一个不起眼的 必须要买套套选项 才是进入李湘子县的关键呢 另一个问题在日向子县里 你们这俩货没修没燥 爱野战倒也没啥 大半夜潜入学校泳池 为爱鼓掌也就算了 问题是你们能不能有点功德心呢 在泳池里中出 这池子人家还用不用了 第二天游泳部女生 集体怀孕算谁的 有同感的观众来们 弹幕达个一告诉我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同台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个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